曾文正宫加训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周次乔设下 去江西省城八十里 自欲记责而 于此次出门略载日记 即将日记封每次加信中 文林文中家书 即是如此办法 而在省仅至丁左两家 余不清出 足未远回 读书之法 看读写作四者 每日不可缺一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 汉书 韩文 尽思路 今年看周一折中之类事业 读者如四书 诗书一经左传诸经 昭明文玄 李渡韩苏之诗 韩欧曾王之文 非高声朗诵 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 非密勇田银 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运 辟之富家狙击 看书则在外贸易 获利三倍者也 读书则在家慎守 不轻花费者也 辟之兵家战争 看书则攻城掠地 开拓图语者也 读书则深沟兼雷 得地能守者也 看书如子下之 日之所无相近 读书与无望所能相近 二者不可偏废 至于写字 真行转立而颇耗之 且不可间断一日 既要求好又要求快 于生平因坐字迟钝 吃亏不少 而须力求敏捷 每日能做楷书一万 则积矣则积矣 至于坐诸文 意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 过三十后则长进极南 坐四书文 坐试铁诗 坐律父 坐古今体诗 坐古文 坐片体文 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 一一事为之 少年不可怕愁 须有狂者进取之趣 过时不事为之 则后此迷不肯为矣 至于做人之道 圣贤千言万语 大地不外 敬数二字 众公问人一章 眼敬数最为亲切 自此以外 如 利则见其参与前也 再于 则见其已于横也 君子无重寡 无小大 无敢慢 思为态而不骄 正其衣冠 俨然人望而畏 思为威而不忙 是皆严静之最好下手者 孔言 欲利利人 欲达达人 孟言 行有不得 返求诸己 以人存心 以礼存心 有终身之忧 无一朝之患 世皆严肃 之最好下手者 而心静明白 于数字 获益助攻 静字 则已勉强行之 此利得之机 不可不紧 科场在即 亦以保养身体 与在外平安 不多及 在 此次日记 已封入城侯书函中 即至嘉义 于此十二日 至湖口 十九夜五更 开船进江西省 念医深刻 即至张门 于不多及 又是